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2年6月25日 星期六 今节有我许刘先生 请大家记得like我们的影片 最要帮帮忙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节回来继续跟大家讲讲这些暴徒视觉 究竟从他们的角度出发 怎样看他们自己这段时间做过暴徒 还有离开了监狱之后 他们俗称的叫做放学 他们怎样看自己 怎样看这个社会呢 其实挺重要的 可能有些人说 这些社会失败者 不用理他们这么多 抵他们有今天 自作自受 下山一万字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言论自由 只不过 为什么要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去讲一下呢 我曾经在节目提过的 2019年6月所谓的反修例风波所引起出来的问题 就是里面的暴徒 或者我们俗称的黑暴分子 其实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上当年他们的鱼弹革命 其实是一场小型的暴动 里面产生了不少的失败者 也都据我们前友台的深王大律师所说 其实他认识有不少都真的在鱼弹里面坏了的人 在2019年上回来叫做赢回 所以为什么打得这么厉害呢 有一部分就是来自于这班人 最瘋最厉害的那班就是当时因为鱼弹 这件事有案底 甚至乎要蹲监等等 很多不同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他们在19年的时候 很喜欢用个赢字 有一部分的原因都是来自于鱼弹的 鱼弹出了一批人在2019年这么狂 对社会的破坏程度去到这么大 我们试想一下 假如2019年那一堆坐牢 有案底 生活不如意那批 假如大吉利是还有下一次的机会 给他们再来铺 他们觉得2019年这一次 可能只不过他们的上半场 还会有下半场呢 有一部分是真的期待着的 或者有一种这样的心态 在自己的心底里面 这些是一个邪恶的种子 如果当遇到 再有一些可以叫做大型的示威活动的时候 他们会不会再出来呢 或者有些什么社会上大的争议呢 未来的23条会不会呢 怎样都好 你说不是 有港区国安法的 我们千万不要低估这些人的潜在的破坏力 这个很重要 好了 今次这件事 这个暴徒是很小的 他蹲完 放出来之后 那几个月都说自己心情不太好 最主要的原因是自己没有钱 都说自己试过找工 但是很多的雇主都说 没有办法接受到他有案底 这个好笑 你们不是说黄店很团结吗 为什么不找回黄店的工去做呢 他其实就是在大概上年的9月底 看到了就放监了 那时候还没去到第五波 为什么找不到工的呢 真的很离奇 他也说了 自己当时经历了一个很长时间的审讯 他选择认罪 只不过想快点了结这件事 也即使我们节目久不久都会看 认罪但不认错 因此我们有时在法庭邦新闻 或者看到一些报道 说这些人认罪 很快就会判刑等等 不代表他们真心悔改 这个很重要 又说自己还押的时候 搬过三四次 很麻烦 他的感觉好像有条绳绑在自己的颈上 但是一直不会拉起来 好像准备要吊起来 但是吊来吊去都没吊到 他到最后判刑是一年 都说被他预期中短 因为扣了他的还额 再加上假期等等 其实就不说要坐很久 他就说自己是逼侯监狱 也说自己不会留很久 看到监狱里面的情况 都觉得捉目惊心 他说每天早上起床 早餐都没吃就要暴躁 不可以say no 只可以说yes sir或者sorry sir 还有sir会否定你所有的东西 你不能说no 只能够承受 还说早上暴躁之后就要吃饭了 还要坐到直直的腰板来吃 不准乱攻虾米 还有不能够互相之间说话 这些小孩子 小小东西都顶不住 要你吃早餐之前去暴躁 还说已经是捉目惊心 没有搞错 我还记得李连杰说 他小小在内地接受国家给他的训练的时候 早餐都没吃就要去跑圈 不是暴躁这么简单 是直接要跑 跟你说20 那你就要跑20个圈 是400米一个圈那只 如果你偷懒就再加 要记住 那时的李连杰很小 只有十多岁 他就说 碧屋这些小孩的监狱太高压 相反 荔枝角虽然环境比较差 伙食也是最差 如果你不吃私饭的话 但是精神上 都能够放松一点 只要你不打架 就没人理你 起码都当你是成年人看待 这些小孩真的对于还压这些东西 这么有人生经验 这些人生经验 真是多谢你 留给你了 他到最后去了唐福监狱 就说虽然失去自由 但觉得唐福的环境也不错 也叫做自我安慰 也说他在房里看到外面的风景 还有海景 他说每天看着大海 就会幻想自己去到道家 他说起码都不会叫做好糟 也叫做亲亲大自然 他说自己是怎样去面对监狱里面的生活 他说每天要走200级楼梯才去食堂 叫你走200级楼梯 说到好像很辛苦 小小苦坐都捱不住 这些人还怎样去建设社会 又说什么光时 又说什么为未来而奋斗 叫你去街头蹲在街上散阵 用木牌做盾牌 走来走去堵路 做路障 大事破坏 你们又不嫌辛苦 拆烂篮杆 周围堆东西放火 你们又不辛苦 又不说高压 叫你走200级楼梯 乖乖乖 他说最记得碟饭又硬又干 就是白饭 肉没有味 还说不是入口即溶 你以为你吃和牛 叫他来 他说硬到咬都咬不开 他的饭是有汁的 但七天都不同颜色 很神奇的一件事 他说味道是一样的 他说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的呢 他说酱汁第一口有味 第二口没有味 再搅拌一搅 会变得透明 那么厉害 这是什么 魔法酱汁 他说在监狱里面 烟就是自己的货币 想用来买什么都行 他说里面的生活 又说重复过自己的日子 有些细节都令他很难忘 每逢有人就来出册 或者生日 他说大家都会做蛋糕给他吃 谁知道做蛋糕 就拿一个没有东西的薯片袋 放些饼干 放些朱古力 然后再脚在流程中 捏下来 捏手捏捏捏捏捏 Harry 搓成一堆 사진部 放在室内封干一晚 其实会有荷 Shapes 野蝎 blur 他们说鸡 böyle充满土 dance 又有人情温度的生日蛋糕 或者出冊蛋糕 这样就完成了 他说 consent 到了监狱里面 都遇到守足 这是重点 他说chsel falan 加上有13个 差不多离开的时候 即是到他就来放监的时候 再多两个 他说有些人的意志还是很坚定的 这个得人害怕了 他说觉得长仗是未打完 他们用一个打仗的心态 觉得自己真是一个战争的战士一样 这个是很得人害怕的 所以要继续努力下去 我想问一下 怎么继续努力呢 你怎么做呢 所以是不是会有光承者 又收起什么武器 那些什么武馆 又做什么杀鬼队 是不是就是这样呢 他们再说了 觉得真的 上半场的确是输了 只要继续等下去 只是觉得下半场还未开球 还未打 即使他们非常期待着有下半场 让他们再回来 其实他们19年这班人 如果没有经历过鱼蛋那批 即是鱼蛋可能那时候还很小 推翻了年纪 这个鱼蛋的时候就只有十岁 转一点 因此那时候不关他事 19年的时候 他们等于重复鱼蛋那批的那批人 你想想 那个数量多多少 真是还未醒 他说场内一日伏一日的生活 是会磨灭了他们的意志 也都遇过不少的手足 都说只是能够放弃的 因为有些要坐更加久 或几年后出来 完全是没有希望 其实这些反应会好一些 起码都能够面对现实 虽然不是用一个很好的教导的形式 教过他 用时间来冲淡他 所谓的抗争 什么下半场要赢 但是这个 我们今次说的主角 他真是瘋得好运巡 觉得真是还未打完那一只 也都再说 以致被磨灭 似乎是没办法避免的事实 他就说了 但是很多人的信念是没有被动摇的 就算叫坐监 都说没有后悔 没有觉得自己站坐边 这些真是正正中中的 白痴 成为了这些什么泛民 正棍 口里面的点心 即是你们这些去坐监 然后他们会借着你们这些去囚棋 又说里面的手足 怎么怎么怎么 什么暴政 拘捕他们 这些是抗争的年轻人 很多不同的囚钱 找水的东西 就是靠你们这些 是吗 所以还有很多 去BNO组家 继续讲讲的那些 借你们这些来找食 差点讲句 是不是 有时很惨的 看到那些年轻人 有一大堆变成这样 坐监就有这么多 或者留到案底 被起诉 就是一堆 还有一些可能没有出过来 但是他们的心 都是好像这帮人那样想 那怎么办呢 我们不可以忽视这些 所以我们怎样令到社会服尚 希望可以透过这些节目 有机会你会劝导到一些 类似的年轻人 其实社会应该是怎么样 为什么这帮人会坐监 这个要很清楚 究竟做的事 是不是真的叫值得 这个故事 这个主脚 他真的觉得自己是叫值得 但是当你自己发觉 其实做与不做 两个社会都是没有分别的 那你再想一下 为什么只要这么做 这是一个很大的根本性的原因 想不通 就很难再说下去 这个很根本的位置 其实 接着再说下去 他说有时候都会问自己 如果重新再选择的话 他会怎么做呢 他说自己都是会一样 即是他没有后悔这么做 只会更加留心一些细节 会做得更加细心 即使没有那么容易被人捉到的意思 似乎是 他说政府当香港人是白痴的 为求目的 用这样不合理的手法 他说他看不过眼 所以就出来 一个人的能力有限 多人在一起的时候 就大很多了 希望可以改变到一些东西 这些就是这帮人的 心理上的问题了 你们要改变到什么叫一些东西 每个人对于改变一些东西 那个的一些 是一些都不一样 即是每个人想要的东西都不同 你集合这么多人 究竟你想特区政府做到什么呢 你觉得人多 就叫做可以 其实跟当时鱼蛋一样 他们希望多些人出来 一起搞乱他 那很可惜 那些人都睡了 或者在家看电视看直播就算了 过年流流 哪有人跟你冲出来 神经病的班人 他们说政府 什么当市民白痴 我都不太明白 究竟是你白痴 还是政府当市民是白痴 不如你自己问一问自己 为什么 什么叫为求目的 政府的目的 都是想社会安定和谐 大家可以安居乐业 那你说不是 我生活很困苦 大佬你书都不读 只在埋怨 又觉得社会不给你机会 那当然不行 你都没有努力过 那这个年轻 他自己都说 中三的时候就没有再读了 做过电脑维修 事应 对他来说 鱼蛋也是一个爆破点 他说逃犯修订条例 就是杀到埋身 也是中了那些人的计 觉得什么反送中 又说什么不出来 香港会没有的 那些说 这些叫做逃犯修订条例 是政治上的问题 都不及得叫做警暴 他说他对于警察的不满 政府的不满 都是主要来说 来自于警暴 他说那几百万人的游行 他就兴趣不大了 第一次出来 就是去了七一占领立法会那天 他说那个早上 大家都未说 可以入到立法会 但已经看到有人被抓 被打 甚至乎什么都没有做过 就叫做打到头破血流 他说现在想起来 都觉得很过分 你们在外面包围立法会 不肯走 拿那些回收车 撞爆玻璃 不断找地方要攻进去 那为什么不去驱散你们呢 为什么你又不离开呢 你在立法会门口做什么 你是想冲进去嘛 那特区政府 当然要找警方帮帮手 驱赶你们这些人 你们不走的 唯有要使用这些商定的武力 才可以驱赶到你们 不是什么都没有做过 你站在那里就已经是非法集结了 那很搞笑 又说什么 之前身边很多同学 有些都是叫男 又说 有时走起街都会见到一些旧同学 又说 对于洗脑这件事 他说政权做过这么多坏事 就算小孩子都会知道 下一代会自己寻找真相 他还要在街上看人的样子 就会想想他有没有被洗脑 那还搞笑 就人��서走 driveway 去街上走路 又说人的眼神 好像访路闹行 就是你自己的 过又更好笑 就是大家真的很羡慕 这两年来 大家只会去黃店吃 其他实际那些都没有 很多在囚的人 橜业的人 这些组织收到到的捐款 都变得越来越少 觉得很无力 那还搞笑 找不到工uyor 情況也不算那麼壞 他說有得選擇就最重要 出來什麼都可以選擇 令他更加珍惜 這個叫自由 再回顧他的叫做坐牢 是心靈和意志的磨煉 他說在一個禁閉的環境裡面 都熬得過的話 做事就更加不會輕易放棄 慘了 他覺得坐牢之後 令他心智更加堅決 要繼續搞這些抗爭 繼續發花瘆 他覺得現在的自己 比當時未去坐牢的他自己 覺得自己成熟了 他這些人 準備著等下半場的機會 社會來說 要好好留意一下 這一類型的人 究竟他接下來會怎樣 對於社會來說 只是一個很潛在 也很大的危機 只不過他們那個 惡魔的種子 還未真真正正 爆出來 如果是的話 我覺得 特區政府要想一想 有沒有什麼 例如麥美娟 如何疏導 這些年輕人 這樣的思想 很重要 最重要的是 讓他們看到 社會有機會 讓他們向上流 就差很遠 好嗎 我們這次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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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